讲讲是美国有一位学者,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研究员, 最近在12月31号,去年就出了一篇文章,就讲全球化是不会消亡, 那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,那篇文章就这么讲, 他说随着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, 而美国和中国的关系,当然近来都是紧张, 那么他就认为有很多评论人士就说, 哦,全球化正在消亡了,美国和中国都脱钩了, 那还有全球化?那这种说法呢, 他说呢,声称到美国对于商品, 其他贸易的东西都会停顿, 服务人员就不会再黏在一起这么说, 那么俄乎的冲突呢,也都是雪上加商领这个情况, 那么就令到地缘政治是分裂, 全球化就不会有可能是再继续下去的了, 那但是呢,世界比起其他任何时间呢, 其实呢,联系呢,现在是更加紧密, 这位学者呢,根据这些实际的数据呢, 发觉呢,这种说法,是一种悲观的说法, 就是说,全球化呢,是不会再存在, 这种说法呢,是不真实的, 他说呢,互联互通呢,就好像世界的时间一样, 是不会走回头的, 就算世界大战,或者是大流行这些重大的冲击, 俄乌战争打仗啊, 或者新冠疫情啊,都不可能呢, 改变这个呢, 全球化的一个趋势, 最多呢,是令他呢, 走得慢一点,是变慢的而已而已, 那根据回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, 这个组织, 最近发布的一份有关全球贸易的报告, 那说到呢, 2022年世界贸易额呢, 就创了32万亿美元的新纪录, 那其中呢, 商品贸易呢, 是达到25万亿美元, 就比2021年呢, 是增长了10个百分比赛, 那服务的贸易呢, 就达到呢, 是7万亿的美元这个数字, 那比去年呢, 是升了15个百分比赛, 在疫情爆发之前呢, 国际旅客的人数呢, 是超过10亿人次, 那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数据, 现在呢, 这个数字呢, 原来已经是恢复到疫情之前的75个百分比赛, 这个可能大家呢, 因为香港或者国内的情况呢, 是刚开始的关系, 我们不是很觉得, 原来呢, 因为其他世界的地方呢, 已经是陆陆陆陆陆回复了, 国际旅客的往流的人数, 那么根据呢,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数据呢, 原来我们跟高峰的时候呢, 那个运输量呢, 已经是去到75个百分比赛, 那相信呢, 如果除了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呢, 很快呢, 是会接近以前的高位, 大家可能没有留意到, 那么至于全球的资本流动呢, 仍然呢, 如果我们看回这个数字, 还是围持一个很强劲的势头, 包括呢, 比如说股票的买卖, 债券的发行, 直接的投资, 这些数量呢, 统计出来呢, 原来是没有什么减少到的, 那么全球股市的市值呢, 现在已经超过了是100万亿美元的一个数量, 那么美国股市呢, 我们看回, 如果他是一个美国学者, 看回美国的立场, 他说美国股市呢, 从外国投资上, 写身上呢, 是受益的, 其实美国呢, 原来有很多外国投资者都在那里投资, 那么呢, 外国投资者占美国的投资股票的数量呢, 原来是三成, 就是每100元的美国股票呢, 有30元呢, 是由外国的人是持有的, 那么美国的商务部指出呢, 现在呢, 在美国有1600万个就业光位, 就是美国就业光位的10个percent呢, 是直接或者间接呢, 是由外国投资所引起的, 就是外国公司在美国投资, 那就是请了他们10个percent的劳工量的, 那么再, 如果再扩大看回呢, 美国原来有2500万个就业光位呢, 是和国际贸易有关的, 就是不一定是外国投资过来, 但是呢, 反过来, 他们生产了迈去外国, 都算了下去的话呢, 一共呢, 在这些全球化的经济领域里面呢, 是对美国创造2500万个就业机会, 那么至于其他国家也都不用说了, 就是除了美国之外, 其他非洲啊, 亚洲啊, 中东国家呢, 其实呢, 那里呢, 无论是政府和人民呢, 都是不断地这样, 希望呢, 搞活着国际贸易, 其实他们都是一路呢, 是努力着, 想做回生意这样, 那所以呢, 相信呢, 其实这个趋势, 大家的意愿呢, 都是想继续维持做生意, 那所以呢, 全球化呢, 他相信是不可能呢, 是因为一些地缘的政治, 打仗啊, 或者是疫情呢, 就会取消了这个大趋势, 因为总的来说呢, 他背后的原因就是, 其实全球化是有利的, 对每一个国家都是有利的, 因为呢, 用人家的所长保自己所短, 自己没有的东西, 跟人家换一些有的东西, 就是自己精于做某一样东西, 人家是某一种资源, 互相的流通, 真正的利益能够体现, 你一些其他的, 比如说政治啊, 口号啊, 等等的东西呢, 是左隔, 是表面的, 但是真实的利益呢, 全球化是在里面, 是阻挡不住的, 这个就是这一位美国学者的看法, 那另外一个呢, 我想讲的话题就是, 有外媒呢, 就统计一些, 外国或者各国一些世界的投资机构, 那他们对中国来年, 2023年呢, 那个机遇呢, 经济机遇呢, 是看得相当之好的, 认为呢, 在疫情过后, 中国呢, 很快会复苏, 那我看看他们的看法是怎样的, 那呢, 分析师呢, 就一半认为呢, 中国呢, 这个呢, 已经是当然大家公认了, 至少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, 那有望呢, 在2023年的第一季, 的尾段呢, 就会复苏, 那经济很快会复苏, 那中国在放宽了防疫限制之后, 引发了呢, 股市的反弹, 最直接, 最快就是股市了, 香港恒生指数呢, 就从去年, 在讲回去年10月底的低点, 到现在呢, 升了大概是35个百分比, 那上海和深圳呢, 所谓的那个护芯300指数呢, 同期呢, 也都是升了11%, 那美国银行对就281个基金经历呢, 就进行调查, 那就访问他们, 那就得出来的结果呢, 有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呢, 他们预计呢, 中国呢, 在调整防疫措施之后呢, 将会实现呢, 很强劲的经济复苏和增长, 那因此呢, 有不少的投资策略师呢, 都是看好中国股市, 当然他们是同一个投资的立场去看的而已, 那比如说呢, 那安联全球投资基金一位首席投资家, 麦尘纳夫就说, 中国呢, 市场是这么大, 在2023年呢, 是利用波动性呢, 去有选择性的这样长期, 增持呢, 非常好的一年, 那样, 这个是他的意见, 那就是大体上呢, 他认为那个经济呢, 都见底, 那所以呢, 都应该是可以长期吸纳, 那样, 他的意见是这样, 那至于美国银行的新兴市, 市场负责人, 这一位叫费尔兰德斯·亚勒就说, 他就看另外一个实体的情况, 他由于呢, 旅游的人数呢, 是日益地增加, 那他是新兴市场, 他就提, 是说到泰国, 他说泰国呢, 很可能呢, 就从中国的开放里面呢, 受益哦, 那中国经济的开放呢, 不单止, 会令到周边的地区呢, 是得益, 而且呢, 会令到世界其他的地区呢, 都会感受到, 那他提到呢, 说很多拉美国家, 拉美国家都是这一位新兴市场负责人, 就是cover的地方, 因为都是属于新兴市场来的, 那他根据他的调查研究呢, 很多拉美国家呢, 因为他们出口呢, 去有很多原材料, 去中国, 比如说巴西, 就是中国很重要的原材料的供应商, 那如果中国复苏的话呢, 这些国家呢, 都会是好转, 那东南国家呢, 在周边那些更加不用说了, 就是受中国的影响中会更加之大, 那泰国旅游局的局长, 玉他沙就说, 他说原本预计呢, 今年泰国呢, 将会有两千万的游客, 这个呢, 是不包括, 当时他们计数呢, 是没有包括中国的旅客在里面的, 因为呢, 当时的中国呢, 还是在疫情防控的涉丝很严谨, 那几乎是没有什么中国旅客的, 但是现在中国呢, 开始已经是放宽, 他那个疫情的限制, 那所以呢, 就现在泰国政府呢, 就重新评估中国的旅客, 那现在他们的估计呢, 就是改变了目标, 那预计呢, 将会有五百万个中国旅客呢, 就在今年呢, 会去到泰国旅游的, 那玉他沙指出, 他估计在2023年的第一季, 就会有呢, 是五万到十万个中国旅客, 这个数字, 那在下半年呢, 就应该会逐步呢, 是一路加两到三倍, 但是呢, 他同时呢, 是看好中国很多旅客呢, 会去泰国旅游, 但是呢, 他保证所有的旅客呢, 都会受到平等的对待, 因为这一句说话呢, 都是很紧要的, 原因就是呢, 很多国际的社会很有趣, 就是当中国的疫情防控措施很严谨, 那他们经常就在那里吵, 就说, 喂, 中国啊, 为什么不开放啊, 很多生意做不到啊, 旅游又没有啊, 什么都做不到这样, 那但是当中国现在要开放回, 就是在因应的疫情的形势, 就现在是逐步呢, 是开放回的时候呢, 但是很多那些西方国家呢, 就是现在就反过来就不让他进去, 或者对一些中国单方面, 对一些中国的旅客呢, 实施单方面的限制, 那这种做法呢, 实际上是莫名其妙的, 那但是呢, 说真的, 说真的, 如果他们限制中国旅客的话, 实际上呢, 是跟他们自己的荷包呢, 是过不去的而已, 因为中国的旅客呢, 是出了名, 因为我们的人数又回不上一大, 那也都呢, 我们中国人呢, 储蓄率很高, 那他去到外国呢, 那事实上呢, 这个消费呢, 是会帮助当地的经济呢, 的数量会很大的, 就是如果他们是, 就是是歧视, 或者是没有理由这样, 限制中国的旅客呢, 只不过呢, 是会对自己的荷包呢, 就是, 和自己的荷包就咬气的, 这个世界这么大, 那如果你有些地方不欢迎的, 那你就去受欢迎的地方, 经济一定会复苏, 就是中国的情况一定会好转, 那游客的数量呢, 肯定会增加, 那至于, 自己的国家能够得益多少呢, 或者周边地区的经济体系能够得益多少呢, 和是分析, 而且多数都是说负面的, 少有说正面消息, 叫年轻人每天抽10分钟, 看石楼台新节目, 10分钟看中国, 就会知道国家发生了什么事, 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国家,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,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步订阅石楼台,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步, 去巴士的步网站,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, 浏览石楼台内容介绍, 和免费试看一些精选节目, 多谢大家支持。